你聽我一下 開始啦 我來看一下 看一下有人進來了嗎 沒有還沒跑出來 你是那個女仔 誒我前面那個發音的那個 那個聲音錄進去 我不能講如果 為什麼 哈囉 嗨 看這邊 我每次看那個都看不到 你是看不到還是很亮 沒有我每次因為姿態小看不太到 可是這邊是會拍到後面的人轉著去啊 哈哈哈哈 因為好像會拍到每一次轉著去 沒關係啊沒辦法大家忍耐一下 因為這邊光比較好我們今天 就是沒有一個打光的 打光的板子 找到屬於最亮的地方 等一下後面直播到五點 我們就開始看不懂了 對啊 應該是不會啦 你說整個黑掉 對啊 可以開始了 好 好 那 那我們 要先怎麼開場 我們不知道感覺很久沒有直播的感覺 對啊 怎麼感覺很久沒直播啊 所以我們上禮拜太忙了 大家有看到新品了嗎 有買了嗎 有買那個字題還有那個多色的選擇 大家有看 我知道了啦 鏡頭有一點太高了 你看 上面 上面流比較空 對啊 這樣子才拍到下半身 再下來一點點 欸啊 好好好 讚 欸這樣拍好像腳腳 對啊 比較熟 有高往下拍 欸你剛剛真的 欸這個 什麼意思 這個角度不錯喔 這樣很自然 你說後面的人嗎 對啊 沒關係 好期待明天 直播我們好像也可以用手拿 我剛剛還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明天有要上新品 他還想說 欸我們 愛狂打 我們播了很多 反正太可愛了 但是今天還是要先介紹周一的新品 應該還是有人在等直播之後才要下單吧 有買 王亞亞說她買了買了 已經買了 買什麼 她說字T嗎 字T按 字T我剛剛有問了 會補貨 字T會補貨 真的喔 所以現在可以先按那個貨到通知了 等一下會有人穿 但還不能預購 還不能預購 你要穿可是都賣完了 我不知道 剛剛小儀有拿到欸 好像是搭 搭下半身 為了下半身搭 紫色上衣很美 那從你先開始 介紹好了 好 大家好像很喜歡這件 這一件也是 Puzzle的 禮拜一上架的新品 對 然後它是 490而已 我剛剛上網查一下 而且這個顏色也很可愛 只是現在螢幕上看起來 好像是有點色差 就是它 它本人好像在一點點 它是 藕色 藕粉色 不知道怎麼形容那個字 但是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紫色 但是在鏡頭上的紫色也漂亮 但是沒有 就是還是以實際的顏色 以官網的顏色為主 對 這件Molly Shark 就是那個字是 就是你知道 好像今年這一款 你最美還是什麼之類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 它算是仙女款 方形鈴的設計 它就是邊邊是做 花邊的設計 就是它是做刺繡的設計 對 它的邊邊這邊 花邊很可愛 就是這種衣服比較 是比較少見 而且它剛好 把你的索褲那邊都顯現出來了 對啊 看起來 看起來很瘦 不會到那麼壯 就是 很 很有氣質 因為它露出來的地方 就這樣 感覺你的肩膀就變窄了 就變窄了 蠻修飾肩膀 索褲就看起來很漂亮 很修飾啦 很修飾 你確定不是你的索褲褲很漂亮 你確定不是你的索褲褲很漂亮 欸 有人索褲可以夾十塊錢嗎 有吧 還有人可以裝水啊 我沒有吃過欸 裝水 Peggy的牛仔褲是明天的新品 沒錯唷 而且它的那個袖子我也覺得很可愛 是有一點泡泡袖的 先上一件一件 袖子其實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泡泡袖 其實也沒有到很誇張的泡袖 就是 很有氣質的一款 對 然後轉貝皮來一下 他要貝皮自己是做髮型 近一點給大家看 好近喔 太近了 太近了 他這個紫色真的很漂亮 對 他是 偶 有點粉 粉 偶粉色啦 偶色系 這樣好有氣質喔 你要不要給大家看全身包括鞋子呢 好 只是這個組織就要 好真實喔 可以嗎 可以嗎 喔 小心欸 小心欸 是這樣 我先是搭 搭牛仔褲 搭一個紅鞋嗎 對 然後 穿一個紅色的皮皮鞋 他當中是很有女人味 可是又不會太複雜 對 不會太 對 是簡單的 然後牛仔褲是明天的新品 就是 很顯退場 可以先說明天是什麼西流 明天就是 Lily Valley 是由Peggy負責的 Lily Valley 大家最攜帶的 對 其實 沒有其實啦 沒有其實 等一下大家 等一下 你不要亂講 不然亂講話 等一下 我們要聊一下Lily Valley好了 好 那褲子的話 我有其實有介紹過 就是它就是沒有 一個沒有彈性的牛仔褲 但是 因為沒有彈性 所以它才能 把你的肉給 束住 束起來 對 把你的肉給束 然後它比較特別是 一般牛仔褲都有做扣子 但是 對 它沒有做扣子 就是開 勾扣子 對 勾扣子 有人會想看拉出來的長度 拉出來的長度 拉出來的長度就是 好 欸咻 好像也沒有很長 沒有很長 欸這樣好像也 放出來好像也 有些人不太喜歡 炸起來 或者是你的肚子比較 有小肚肚的話 就可以這樣 不要炸起來 因為它的長度不會到很 很 很長 對啊 就是很剛好的一個長度 它這個其實有一點雪綁 是雪綁的嗎 就是它不是綿的 因為有人問它的材質是不是 是雪綁的 是不是夏天可以穿的 我覺得是 春天可以 然後夏天的話 它的材質是 對 不是厚的 它摸起來是會有一點滑滑的 它是雪綁的 嗯 但是夏天可能還是要爭取 因為夏天 半公室可以 現在是可以啦 我覺得30度應該不行 不行 我現在很難想像夏天是怎樣 因為現在今天算是 有點涼 涼的天氣 最近上衣都偏短了 有時候好仙女喔 對 這一款是仙女款 它還有其他顏色 對 它還有其他顏色 但是我比較推薦這個顏色 因為我最近都是一個 芋頭姊姊的 是一個喜歡芋頭姊姊 對 Pekin就是喜歡芋頭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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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kin穿什麼都好看 很有氣質 而且今年我覺得一定要有紫色系列的衣服 好 看一下還有什麼問題 現代穿剛剛好 牛仔褲 我覺得小織女好像可以穿 因為這個款是芋芋做的 喔 那應該可以 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穿是 腰圍是 就是剛好合身 臀部也是剛好合身 但是長度的話 露比你覺得長度 長度小織女很好 是不是有點長 我覺得 要穿後底鞋 我現在是158公分 然後我穿平底鞋的話是 更好到 腳底板 有人說Pekin某個角度像劉亦菲 她本來就很像劉亦菲啊 她穿S號喔 對 我是穿S號 上下都是S號 或是我們明天可以請小織女 好啊 穿一下給大家看 再鎖定我們的F 對 再鎖定我們的 對 可是我明天不在喔 沒關係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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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拍 好啦 好 去換下一套 換我了 我覺得我好像很久沒有直播的感覺 我身上 裡面外套跟褲子 全部都是這裡擺的新品 然後我先介紹裡面這一件好了 因為裡面這一件是 MIT性格短板條紋上衣 然後它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特價只要199塊 到明天早上10點 很便宜對不對 很便宜欸 它其實袖子是 算是有點長的 然後我現在把它折起來 因為我這個外套也折起來 它這個只要199塊 然後是短板 我沒有紮這個 就是拉出來的長度 所以這個也是小織女可以穿的 然後現在這個天氣穿應該是 剛剛好的厚薄度 對 就是可以直接穿出門的那一種 不會到太厚 而且它的條紋是不是 不是那種我們平常做這種條紋 就是間隔是不一樣 對 然後粗細也是有 對 它是做一種粗細版的 它的條紋是這樣 有粗細的 這很可愛 然後還做一個滾黑邊的感覺 黃色是外套沒有錯 黃色是帥性自在感斜紋開扣外套 它是斜紋布的 然後粉紅色已經賣完了 剛剛Ruby跟我說的 我穿的是黃色 我覺得跟我今天橘色的腮紅很搭 然後今天的禮物就是 這件外套 今天的禮物是這個 對 是外套 送這麼好 我剛剛確認一下價錢 我想說 想說 好像很久沒有送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原本都是送什麼樂 都是送主打款 但因為你個人很喜歡這件 所以你想送給大家這件 對 有人說想看粉紅色 可是粉紅色賣完了 粉紅色賣完了 這個是黃色的 然後它是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好了 它的厚包圖是這樣 它是有一點像牛仔外套 可是又沒有牛仔外套 它不是牛仔布 它是斜紋的 可是沒有牛仔那麼厚 對 現在的話 中午沒有辦法穿 但是晚上都不是都會變涼 就是變冷 或下雨的時候 應該是可以穿的 對 而且我很喜歡它有一個 杏色我覺得很好看 它還有杏色 就是有點像卡其 對對對 像卡其的那種顏色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介紹一下褲子好了 褲子是 簡約綁帶設計學方短褲 這也是隱藏版的吧 你知道這一半有上這個嗎 我覺得這一半好像蠻多隱藏版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然後它後面是鬆緊帶 看得到嗎 我近一點給大家看好了 要怎麼拍啊 這邊 它後面是鬆緊的 這樣看得到吧 這樣看得到吧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這邊有做這兩塊 因為它是這邊打開 然後這邊可以自己幫蝴蝶結 然後這邊這兩塊就可以 幫你遮住你的大腿 對啊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 有有有有 再遠一點 它這樣就會把 它把那個 你大腿本來是這樣 把它遮住一半 把最 應該是女生都會很在意的那一 兩側的那一塊 然後它原本這邊是 蝴蝶結是打開的 然後你就自己把蝴蝶結綁起來 可以看台灣袖子全長 這樣我脫一邊好了 如果沒有折的話 袖子是這樣 可是它不算 它應該不算寬袖吧 所以是一般的袖子 它沒有特別的寬 它沒有到特別寬 但它是 做有一點 若肩的設計 對 到我的手掌心一半 然後這個 199而已 對 大家說看你穿黃色好好看喔 我也是穿上去覺得黃色真的 好像很顯 而且好顯白喔 而且真的跟我的三種顏色 很顯白耶 很顯白耶 小巴長 蛋糕 櫻桃蛋糕字母的 那一件會補破 會補破喔 但是還要再等等 就是要等廠商製作 你今天這樣很顯白耶 謝謝 今天燈光實在是太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燈光 因為我們今天才是自然光 可是那等一下就會越來越暗 對 褲子好看 褲子蠻顯瘦 而且它後面是有 它是旁邊 側邊是拉臉 然後後面有鬆緊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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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起來比較舒服 可是不是那種 對 對 對 味道可以看米色嗎 每次看完直播 購物車的清單就會變多 我去穿米色好了 那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Peggy 褲子好像 它還有卡其色也蠻好看的 而且褲子才490耶 它是雪紡 雪紡才值的才490 上衣是短板的喔 但我現在是沒有 它的程度就到這 我沒有塞 看起來很像有塞進去 但是沒有 但它就是做短板 這樣看起來褲子很長 你看性色外套 Peggy去穿了 沒有米色 忘記帶 忘記帶 喔 性色在Ruby家 所以沒有性色外套可以看了 忘記帶 有人在問小楊的 小楊感冒了 不舒服 這個是正嗎 是芥末黃 芥末黃吧 應該是芥末黃吧 就是 鏡頭上面現在比較亮一點 它其實是芥末黃 因為我剛看我的畫面跟我實體的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芥末黃喔 好像有一點色差 上衣是短板的 它只有一個顏色 就是黑白條的 它叫做MIT MIT 性格短板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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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件 到199 到明天早上10點而已 199直到明天早上10點喔 真的是 很便宜 外套米色黃色 我覺得好難選 我覺得要看你平常是 衣櫃有什麼顏色 喜歡穿 對 而且因為米色比較沒有那麼亮 黃色比較亮 像我喜歡穿 蠻喜歡穿黃色的衣服 而且我覺得今年春夏很流行黃色 還有紫色 黃色很襯托那個牛仔褲 就是如果你 都有牛仔褲 大家應該都有牛仔褲吧 牛仔褲就配這件就剛好 可是也有人不太敢 或不太習慣穿這麼亮的顏色 那你就可以選米色 不然他們兩個應該都算是好搭的 但好像你 如果你今天穿黑色的話 搭個黃色外套 好像也蠻可愛的 而且你黃色這件外套 我現在也可以搭我自己 這樣子的搭配 對 那我給你啊 那我就這樣 不客氣了 我就 直接進來 櫻桃字母T會補貨喔 這樣子可以嗎 會不會奇怪 我先看一下 櫻桃字母T 大家好像很喜歡這一件 我自己也搶了一件 我這樣大家好像很喜歡 立刻搶 好像還好 不是我平常會穿的樣子 對 不像不像你平常會穿 對 不然我會再穿 我覺得你傻 還是因為我現在穿裙子的關係 沒有 你好像很少穿這個外套 好吧 那我脫掉 對 我現在穿的是櫻桃字母T 然後這款其實是我跟姜姜一起的寶寶 寶寶 他幫我一起想了 配色跟字架式 很可愛 那個句子 我那時候加了台去查 這查算也太可愛了吧 我跟你講這個句子 因為我當初想說想要寫法文 結果我寫完之後 一直忘記想說 奇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加在中間 A cherry on the cake 這是我的小抄 因為我一直忘記那個法文 原來 原本它是只有藍色這個 原來 沒有紅色這一槓 所以你的小巧思是 他的法文這一個翻譯就在這 對對對 然後我還把那個小抄畫掉 就畫一條線 欸這樣還不錯欸 就是 因為原本是真的是沒有紅色 原本是只有藍色 但是我一直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真的欸 難怪 我想說你在等一下留小抄是什麼意思 你看你都沒發現嗎 都沒有發現嗎 對啊 就這樣 這是小抄 很可愛欸 你去法國就寫這個 很可愛 就不會忘記什麼意思 如果人家問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就會立刻知道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什麼 寫櫻桃蛋糕 就很可愛 重點是我覺得 配色都很可愛 就是黑色啊 黑色配 紅色字也很可愛 簡單的好大 然後白色配這個藍紅字 我覺得就是經典的顏色 對經典的顏色 對 重點是它是會補貨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可以一直介紹 這件 畢竟390我覺得好像 製品就算 可以嘛欸 而且又是MIT的材質 很舒服 就是MIT的材質其實 而且像Peggy今天搭那個裙子 我也覺得 這樣搭其實就很好看 然後再搭一個布鞋 這個裙子 它的 它看起來我剛剛以為是卡齊的布料 或是比較硬一點的布料 結果不是 它是軟的 這是算綿質還是什麼 但是有一點厚度的 厚度的感覺 然後它是做有一點 就是故意做 有把車線車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是有一點厚度的綿質 然後是沒有彈性的 沒有彈性的 它是設計就是它是縫線 對就是它故意有縫線 在這邊 覺得這樣也很可愛 然後排扣這樣 然後前面有兩側的開叉 兩側是做開叉 這樣子 然後開叉的這邊 它其實也是故意做縫線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故意做一個M字型的車線 這樣很可愛欸 一般像這種裙子啊 大家覺得很簡單 但是像這種車線的顏色 其實都是設計師自己去 去挑 說我要配什麼顏色的線 對 那就是去拿那個縫線的 那個線給廠商說 我要配這個顏色的線 它才會配在外面 而且很少有這種裙子 會配這種車線出來 對啊 我不知道這是誰 不過像這種款式的話 都是就是很有巧思的 嗯 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也是做兩邊有口袋的設計 腰圍的話我穿是和身 它是沒有做 它是沒有做送頂帶 它後面沒有鬆緊帶 對 它是全部都是做排 然後Peggy是穿S的吧 Peggy是穿S的 然後是穿高腰的 對 高腰裙子158公分的話 就是落在小腿肚這邊 裙子可以看背面滿好的 Peggy轉背面 欸它後面也有開叉 所以它其實有三個地方有開叉 所以它其實有三個地方有開叉 哪裡啊 後面這裡 它這邊後面也有開叉 喔喔 對 後面有開叉 正後面 感覺裙子會看到裡面 嗯 好像不會 你覺得會曝光嗎 不會啦 不會 因為它其實是開兩側跟後面 然後它中間是扣子 所以我覺得不會 是不會曝光的那種 會 我看一下側面喔 側面 因為做排扣 排扣最怕就是 就是會不會曝光 因為它前面都遮起來 它只有開後面 就是兩邊的叉 所以是不會曝光的 它的排扣的位置其實也算是 恰到好處的 剛剛好 對啊 可是不會非常寬 然後你不怕側邊會曝光 對 有內裡嗎 沒有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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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材質是偏 它是有厚度 對 是有厚度 它就是真的是 就是棉質的那種分量的感覺 上衣會透嗎 好像不會 會啦 白色的會啦 白色 沒有啦 稍微 對啦 白色還是會 但是黑色那個 還有奶茶色 我覺得是不會透 它算是MIT的系列的話 算是 算是 有一點 中厚度的感覺 但是不會到非常厚 就是不太會 但是也不會很薄到貼身 還是有一點點挺度 的感覺 嗯 然後 我想說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扣子 好啊 在這裡 我幫你拿 這邊太近了 大家會不會嚇一大跳 好 抱歉 它的扣子是 有一點凹 就是圓弧形的 喔 它是做圓弧形的 有點亮面的 它是有小設計的 孔子 很像那個孔雀的顏色 對 哇 到哪來都換小烈 會有 光澤的 對 有點光澤 有點光澤的 也是設計師的小巧思 對 它有個顏色紅色也很可愛 我也覺得紅色很好看 對 我也覺得紅色很好看 對 只是藍色我想說 比較少人會穿 因為紅色我想說 大家應該會比較常穿 好 好 換可以 還沒好的 那我先去 我先去 好了 好了 上衣是柔軟的面質 沒錯 MIT的面料喔 裙子腰正常 XS能穿 XS能穿 XS能穿嗎 我是剛好合的耶 我大概 起腰 我忘記了 最近有點變胖 XS喔 XS喔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尺寸表 坐下來 我坐下來看看 坐下來 我拿一個 他拿去坐下來 他拿去坐下來 他真的是有手臂一點 對 因為我通常用到那個 坐下來 可以大家現在示範 坐下來 會不會曝光給大家看 不會啦 就是真的不會曝光 因為他真的是 開側邊長 而且還可以開很大耳 不會曝光嗎 不會曝光 很好看啊 對 佩妮是比較大大耳 都不會曝光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也是不會曝光了 我想大家應該也是不會曝光了 150穿會太長嗎 好像不會 150 到小腿肚 我這邊是小腿肚 小腿肚下面 150可以啊 可以買 好我們換可魚 好啊 對啊 可魚穿了一個洋裝 星星的洋裝 剛剛大家好像有想看 這一套小洋在小雜誌沒有穿 他是配紫色的 對對對 紫色的 然後他有說他這個星星的布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喜歡的 因為他這個星星很特別 對啊 你可以進一個 他這個一字零也是 也是這禮拜的 然後這塊布料我很喜歡 這個跟阿甘上禮拜的那個 很舒服 那個長版 是同一塊布料 就是很 欸我這個掉了 就是很舒服的布料 裙子 喔小楊說他剛剛 Peggy穿的那個裙子 他是穿M號 你幫我進拍一下星星 好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這邊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星星的樣子 就是我們以前好像沒有出過這種 因為我原本以為他是碎花 結果近看的時候才發現他是星星 對他是有點女叉色的 好像星星就沒有那麼女生 對 星星比較稍微 休閒有個性一點 就是如果想要嘗試 沒有人沒有嘗試過碎花 可以先嘗試看看這個 星星如果你怕碎花太女生的話 我看一下大家說什麼 我156公分 然後他這個跟一般的那個 洋裝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這邊有一個綁帶 就是他可以綁 可以看你可以綁在後面 還是可以把它束緊 然後像我這樣把它拉出來 看起來就比較有層次感一點 就不會那麼 有的洋裝可能會有點像孕婦 就是會有腰身的感覺 洋裝的材質是學法的嗎 他是 類似學法 然後這邊是有內裡的 他是有內裡的 他是做雙層的 他不是做的 然後我是配 converse 好像蠻可愛的 很可愛欸 這個椅子是什麼意思 就是讓你做的 對 為什麼突然做 因為會有一個椅子 因為把剛剛 沒有 剛剛佩迪在試做給大家看 這個有需要試做嗎 這不會曝寶 對這不會曝寶 但是他的這個 這個肩帶是不能調的 不能調的 請願說 可瑜可以站後面一點點嗎 好 給大家看一下全身 超遠 看起來蠻高的吧 是不是看起來蠻高的 就是蠻 因為那這邊 你這邊把它拉出來之後 就是很修長 對 就會感覺你的腿是從這邊開始 對 就是高腰 就是高腰的概念 對對對 你這樣講話聽得到嗎 超遠的欸 超遠的欸 很修長 上衣夏天穿會熱嗎 好像 夏天是指現在還是指30度 應該是30度會熱 但現在的話可以 對 對 小楊就是 他發燒感冒 講不出聲音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直播唷 上衣算是有點厚度的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好了 就是他 他是 上衣真的算是有點厚度的 就是 有冷氣的地方 辦公室 或是現在 因為有可能現在變天 對 你晚上才出門的話 對 因為30度應該是穿不住 對對對 夏天的話可能沒有辦法 然後 我的下一位沒有來 然後 今天會穿棉麻襯衫嗎 會 我們有準備 隱藏版的推薦請 對 等一下會穿棉麻襯衫 還是你現在可以先介紹一點隱藏版 還是我現在要先跟大家分享 Lily Valley的事情 好啊可以啊 因為好像你去介紹 現在已經到中間了 對 小雜誌之後會更新一篇 就是我有寫一些 關於 就是這次 Lily Valley的 是一個韓國模特兒 應該大家已經知道了吧 就是我會 我有寫一些 就是 我跟Peggy去接機的時候啊 還有我們拍攝的時候 跟她的一些 應該算發生的小故事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到時候可以去小雜誌看喔 目前介紹的呀 應該都還是春天穿的 對啊 我們還 台灣雖然蠻熱 但應該還沒有到夏天吧 對 就是現在 微涼 現在最熱最熱好像也是25 26吧 這個好像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Peggy穿的那一件 會曝光明天的新品嗎 會喔 剛剛Peggy穿的那件的紅色在這邊 紅色 她的紅 不是 我是覺得她是有點像磚橘色 對 磚橘色 好像過曝了 過曝了 這個 她是有點像磚橘的顏色 可以看棉麻寬褲嗎 棉麻寬褲是哪一件 這裡是這裡 喔喔喔 這件 Peggy穿著 那別色在旁邊 好了嗎 我會登堂 我剛剛 剛剛也不知道這件是哪一件 這是棉麻寬褲 是嗎 對對對 對 好奇怪 這個好看還是 藍色 Peggy推薦 裙子 是藍色的好看還是 紅色 紅色 妳喜歡紅色 Peggy推紅色 對我喜歡紅色 但是紅色 紅色也可以啦 紅色好看 沒事 我以為想說 紅色是不是只能約會穿 但是好像沒有 怎麼會 因為它的材質是棉質的 對 它不可以休閒 對 然後現在我穿這件事叫帥性棉麻 穿上去之後我覺得很先腿長 因為它是做 真的欸 看起來腿很長欸 對 它是做落地褲的檢查 我現在是穿 球鞋 所以 剛好可以蓋住 而且妳是不是很少穿這種 對啊 褲子啊 可是我覺得好像最近還蠻適合妳的 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欸 它是也有綠色對不對 對它有綠色 綠色是不是 綠色也很好看 咖啡色 綠色 褲子好 CINDY說褲子好看 妳竟然沒注意到 對啊 我也沒注意到 這就是隱藏版 而且它是綿麻的 對 它算是綿麻的 它綿麻喔 我覺得 有多少 我看就是 綿麻感 對 就是它的厚度是太厚 然後我覺得它 這個可以到夏天也都可以穿 還蠻清爽的感覺 到太厚 就是這一件是到夏天也都可以穿的 嗯 而且它是前面做釦子 然後它後面是做鬆緊帶 就是後面是有彈性的 對它後面是有彈性的 對它後面是有彈性的 所以就是 你不用怕每個人腰型不合 對 就是剛好後面就可以剛好束束 然後我覺得這個優點就是 它真的看起來腿很長 對看起來腿很長 而且它的釦子的話是做那種琥珀的 琥珀扣 對琥珀扣 它還有一個這個 很美 卡其色也是很好搭的 我喜歡卡其色 你喜歡卡其色 因為好像有大概有三百件 對三百件 就是有這種褲子對不對 三百件這種褲子 對阿 卡其色也很好搭 因為我覺得這種褲子都很好搭 嗯 只是咖啡色我覺得好像也蠻 蠻顯白的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上衣也是對不對 對上衣也是 上衣我覺得今天單穿好像可以 很剛好 就是它其實算是 它是針織的 然後是很很軟的針織 是薄薄的那種 薄薄的那種 但是不會透膚的針織 就是有些針織是那種 滋紋的透膚 它也不是刺刺的 是摸起來很舒服的那種 它是很舒服的 然後很軟 很垂的針織 然後是有彈性的 就是今天天氣是可以單穿的 但是夏天我覺得好像就不太醒了 對這個 畢竟它是還是 繩子 褲子有色差嗎 嗯 我看一下喔 我覺得官網的單品照好像都 沒有還是看官網 因為我們現在 對因為如果我們現在燈的話 是會有一點色差 但如果你看官網的單品照的話 是不會有色差的 可能還是每個人電腦 或者是對每個人電腦的顏色不太一樣 對每個人電腦的顏色不太一樣 像我手機看跟別人手機看 好像也是不太一樣 會捕獲嗎 這個 垂最休閒小高腰喔 可能要問一下 嗯 對幫你們問一下 挑溫上衣 等一下看有沒有時間 官網顏色不同 嗯 卡齊不錯 卡齊蠻好搭的 後面那個人已經跑出來 去世來吧 對 然後我想說 咖啡色好像就可以搭一個 黃色 黃色就是 你褲子顏色比較重 可以搭一個亮色的感覺 就蠻點亮的感覺 對 亮色 點綴亮 而且可以 牛仔也配紫色 想看單寧吊帶裙 等一下就會 立刻實現你們的願望 怎麼剛好 就這麼剛好 就剛好接出來 就是直接接出來 欸 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好啊 那我們換可語 我們換 我們換下一套 怎樣 我幫你塞 然後再看顏色 因為你說它是粉紅色 沒有沒有我剛剛講錯了 粉紅色 粉紅色 登登 我這一整套跟我假日去看電影 是一模一樣的材料 一模我 一模我一樣一樣 好可愛 我覺得你 你有買這一套嗎 我覺得你很適合買這一套 我也很喜歡這個襯衫欸 這個襯衫是棉麻自在 是嗎 棉麻自在 對 棉麻自在 然後它是 我穿的是粉紅色 好像 我穿的是粉紅色 我覺得它很好看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版型 然後它的粉 不是那種很粉的粉 其實有點是霧粉色的那種 不是那麼亮的粉 它是比較暗一點 比較沉穩一點的粉 然後牛仔裙都是很方便 唉唷 我好像沒有牛仔長裙 所以我有很多吊帶褲 對 因為我好像沒看過你穿這種 對 原一點 讚 這套很白 它就是很方便啊 你裡面穿T恤 這禮拜的那個櫻桃T恤 對 T恤 或是條紋也可以 好像都蠻百搭的欸 都可以搭 對 都可以搭 然後後面兩個口 大口袋 覺得很可愛 後面沒有口袋 然後正前方有開叉 開叉 這樣走路就不會卡到 然後我覺得牛仔配粉就是很好看 再隨便配一個 自己的 帽子 什麼都可以 再隨便配一個自己的帽子就可以了 棉麻身上會皺嗎 嗯 棉麻質料都一定比較容易皺一點 但是這個是我穿過 然後我帶到公司 然後 可是我覺得蠻自然的 沒有再燙過 就是這樣 就是自然的 我在家裡穿了一天之後 我把它摺一摺帶到公司 然後沒有再燙過 就是現在 粉紅色這樣 微皺啦 但是沒有到很明顯 沒有到就是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因為它是 我覺得因為它是棉質的 所以就覺得還好 然後 我 今天來公司的時候 看到最近有這個綠色 我覺得也好可愛 很可愛 對它是綠 而且我覺得現在這種棉麻 值得都很適合 夏天也可以穿 然後這個啊 你也可以不要像我這樣 就是 可以當外套 你也可以裡面穿 背心或是 短袖T恤 然後下面配牛仔褲 然後外面 就全部打開 把這個當外套穿 這樣就不會 如果你比較怕熱 這樣就不會有太熱的問題 就是 你可以戴著 因為晚上都會變天嘛 白天就穿 背心 短袖 配牛 短褲 然後晚上再夾這個 在外面就很好看 如果是要當罩衫的話 我覺得 白色跟這個綠 它是還有藍色 都蠻適合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白型 就是它 它不會太長白 但是又不會太緊身 微寬鬆 可是又不會到太大 白色 然後長度如果不紮進去 長度大概是到大 我的大腿 大腿 這樣 我156公分 我買白色的 我需要白色 今天有Poli或芽芽 他們都不在 今天大家都很忙 今天只有我跟Peggy拍照 就是我們也想要找他們來幫忙 一起直播 但是他們都沒有空 吊帶裙很讚 我個人是很可惜 吊帶裙跟這個 就是這個是一個cent 對 我覺得可以一起 我覺得可以一起帶 可以一起買 那種紅色配牛仔真的很可愛 穿長會透嗎 嗯 我覺得不會 除了白色可能會有一點點的以外 可是白色如果穿淺色 內衣應該也是不會透 對 不可以穿深色的 配白色 就像剛剛那間白體一樣 你以為喔 她想偷偷跑出來給大家看 剛剛後面有一個穿一樣的女排跑過去 就是我啊 不是 喔 喔 下身搭什麼好 你說 你說這個 如果是這種有顏色就可以配白色短褲 對白色短褲 然後其實 配這裡拜的那個A字群也可以 對不對 可以配白色的A字群 我覺得可以上衣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 然後再配一個 你看那個顏色可以任選的感覺 對白色配牛仔窄褲會很好看 對 然後上半身可以穿背型 條紋背型 如果你是比較辣一點的女生的話 Peggy剛剛穿的褲子是這一件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多路人 他們不是路人 是 同事們 因為今天這個角度是會拍到 他們經過後面 這一件 剛剛Peggy穿的是這一件 然後後面有鬆緊帶 這一個是粉粥的隱藏版 就是它可以一路 帥氣 閒馬長褲 閒腿長 然後又可以一路穿到夏天的 有人問這個綠色有色差嗎 我覺得啊 它在螢幕上看起來像藍色 但它其實實際上 你可以幫我拿藍色的來移照 不 不 它像是 它像是 淺淺 像是那個蠟燭的顏色 可是那個蠟燭的顏色 但後面上也有色差 就是跟這個蠟燭 蠟燭的顏色 顏色一樣吧 它也是屬於 它跟這個粉色一樣 都不是太顯眼 它都是比較偏沉穩的顏色 然後藍色的話 就是這個 欸這個披衣的顏色 不是一樣的顏色 就是它是淺淺淺淺淺淺的綠 所以說 並不會太突破 藍色是這個 對你兩個要先 欸一起比較就有差了 對對對有差 這個是淺藍 這個是藍 這個是綠 然後我身上是粉 然後它還有白 對是淺色綠 真的是蠟燭的顏色 我剛剛晃過去 是蠟燭的顏色 問題是誰知道蠟燭是什麼顏色 反正它是很淺的綠 所以你不用怕它太顯眼不好搭 其實裡面配淺色或是配牛仔 都很好看 對 薄荷綠 我覺得比薄荷綠 再淺一點點 再淺一點點 好換你 你這個是這禮拜的 還是是莉莉 莉莉的 你怎麼可以 沒啦 沒有換你 是你最後一套 我不是我的老母 沒有 那就沒有了 對啊 那你現在可以講莉莉的事情了 那我們一起講 等一下 這個Ruby私心想要介紹一件 好介紹一件 喔歲花洋裝 我幫你拿藍色 這一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它 因為它有一個小秘密 它有一個小秘密 因為它這一件的話是 一至零的 然後平常大家穿一至零的話 一定會一直跑上去 所以這一件的一至零 它是有做這個 它是有做防滑膠的設計 它是在 我看一下喔 前後 前後都有 它是繞一圈 除了袖子這邊以外 其他前後的話都有 然後如果你把前後 就是都有防滑膠的話 其實就不會 不會跑了 怕就是比較不會掉 我知道這款是誰 芽芽的 芽芽的寶 芽芽的 特別的設計 它都會做一些 就是 大家想不到的 就是很巧思這樣 因為一至零其實還蠻怕會往上飛 對啊 因為如果一直往上飛 大家好像也會覺得很怕 就是不喜歡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個 芳花膠條 它就是 它中間也是做一個 綁帶 它是可以比較修飾 修飾腰身的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這個花膠也是 你知道嗎 它特別可愛的 很可愛 然後它是有做假的排扣 小暗扣 它是不能開的 但是它是前面有做一排排扣 雖然看不太到 所以它就是有做這樣 私心推薦給大家 Ruby的私心推薦 對 這一件 那 那要來聊聊嗎 好啊 可以聊聊一下 明天 Lily Valley 好就是明天 就是大家準備一種 Lily Valley 又要 四個一個月月要 明天又要上架 大家有在期待Lily Valley嗎 我覺得 我們現在很忘記了 個人蠻期待的 我自己是蠻期待 又緊張的 蠻期待的 對 然後緊張就是先從 我跟可宇去接機開始 大家可以看手 其實我也沒那麼緊張 只是接機好像是第一次 就是去接一個陌生的 就是說怕接到他之後會很尷尬 因為不認識 對而且我其實以企劃來講說 我怕接到是那個model跟本人 照片跟本人不相 你知道嗎 這個擔心 不是很真實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可是我跟妳講 擔心是多餘的 因為多餘真的是很可愛的女生 大家應該有看到照片是這麼可愛嗎 就是其實我們照片是 就是都沒有修正可以講嗎 應該就是她的自拍 而且我們就一直請她 可不可以拍自拍 然後傳給我們 然後那個拍攝企劃結束之後 我的手機裡面全部 我也是耶 都是多餘的照片 我以為我的手機是她 你看現在我們用自然光線 已經開始慢慢燈變暗了 她有發現 開始原型披露的感覺 因為窗外變成黑的 雷絲養妝太閒 明天早上10點 我來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有follow我IG的人 大概就知道 我每一天都有發哩哩的 應該大家都發現 然後其實也有網友 有些人私密 我說不要再發了 真的假的 有幾個 對 因為她們都被燒到 是嗎 對啦 是開玩笑的那種 但是我就跟她說不好意思 因為真的太美了 對 就是我想說 先穿這一套 就是我穿到好像沒有穿過 但是我覺得也是蠻推薦給大家 就是 之前我們第一檔莉莉有出過 紫色的針織外套 然後那個其實算是很厚的針織外套 然後賣得非常的好 然後今年春夏的話 也有出針織的外套 但是是細的 就是你上次如果沒有搶到紫色的話 你也可以搶這個紫色的針織外套 比較符合現在的天氣 而且她的紫的話是薰衣草紫 薰衣草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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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我覺得這個紫是更漂亮的紫色 而且是薄的 是適合春夏的 它是有透极感的 它是透极感 所以我覺得夏天如果你想要稍微有一點點的防曬的話 可以穿這個 可以穿這個 而且好像因為現在我們有出很多蕾絲的啊 或者什麼 就好像這個紫色也可以搭蕾絲 都很好看 而且我們在上網查了一下 其實這個薰衣草紫有個很漂亮的英文名字 什麼? 叫做 Pink Lavender 就是粉薰衣草 對粉的薰衣草 它的名字就是真的就是粉紫 很浪漫的一套 粉薰衣草 英文 很溫柔 很漂亮的名字 然後轉圈給大家看 它是 這款是做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寬鬆啦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穿很合的 很緊的 針織外套 它看起來會很像很正式 很像上班族 對會有點太正式 打字機的感覺 所以我是做有一點寬鬆 微微的寬鬆的 落肩的感覺 是有一點點 休閒的感覺 就是想要飲到一點 比較隨性的感覺 隨性的感覺 像這樣子的感覺 對 然後 洋裝的話我脫下來給大家看 我以為你要脫洋裝 沒有 它是寬袖的 好可愛喔 洋裝的話它 明天也會散 然後就是 其實可以穿去 喝喜酒 或是你想要穿 休閒一點的話 就是搭白骨鞋 或是搭我剛才的外套 就可以變比較休閒一點 然後它 其實如果明天大家看Lily的話 是會有一些蕾絲 然後我們Lily的蕾絲 其實都是經過 就是非常的 特別選擇 去選擇 就是非常輕膚的蕾絲 像這款的話 摸起來都是軟軟的 就是大家不用怕這個蕾絲會輕 就是會刺膚 它的蕾絲是軟的 然後是 有一點點彈性的 對 軟蕾絲的設計 然後是喇叭袖這樣 對 然後它這款的話 是有附一件內衣 就是細肩袋 這個內衣裙 很貼心耶 而且我記得它 它還有粉紅色對不對 它還有粉紅色 粉紅色超美 粉紫色的 跟大家說粉紅色的很美 它還有粉紅色的 然後它是有附內衣 所以比較麻煩的是就是 你可能就是要穿一個 無肩袋的內衣 或是你直接穿的細肩袋 內衣就可以 這一款是一整套有內搭的吧 對是一整套的 是附給大家的 內搭裙 然後內裡的材質是牛奶絲 就是非常的 也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很舒服 就是有一點 濕濕濕濕的 亮面的那一種材質 它不是 就是不是綿的 它不是綿 它是有質感的 韓國model身高幾公分啊 欸我忘記了 168嗎 168嗎 168 差不多啊 168 差不多16幾吧 168左右 可能大家看一下尺寸表 如果我忘記了 綿枝 裡面看一下 然後我想給大家細看這個 蕾絲 的花邊 它是 它還有做一個小花 它是 領口還有去另外去拼接不同的花邊上去 所以是 很美喔 就是非常的細緻的 很美欸 就是它不是一般的那種包進去的領口 它是另外再去拼 呃 花邊 對 就像這樣 好就像這樣 很美欸 而且它那個耳環也好美 它這個後面是不是珍珠扣啊 對不對 嗯 不是 不是 就是一般的圓扣 好抱歉 我偷偷 我偷偷拿了 我最喜歡 就是 Lily系列裡面最喜歡的一件來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 你還要換 我還有一套而已 好 Lily的 就是這個 這個Peggy有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她的IG上看到 應該有吧 對 我剛買來想要穿 咖啡色給大家看 但我找不到 不見了 這兩個顏色都很好看 然後它也是一套就是 有附背型的 因為這個單穿 單穿好像會有點太大 我們最近的這種 好像都有附 內裡小可愛給大家 對 就是不用太特別 然後它本身是 皺 就是抓皺學法 就是它本身就是會有 這樣皺的皺褶 對 然後再加上點點 很有質感 很漂亮 對是漂亮的 我好像不太敢穿這個顏色 因為有人說想看我穿 我本來是想穿深咖啡色給大家看 但是因為它現在 我那天看到Peggy穿這件很漂亮 對Peggy穿這個很漂亮 在它的IG上面有 在它的IG上面有 然後 它這樣兩件一套賣 我覺得很划算 然後它也不會 雖然它是透視的 但是它不會太緊身 它是 這邊 下擺算是不寬的 就是不會那麼合 不會讓你那麼害羞的 那種設計 因為Peggy就是 我們也都不喜歡穿 太 有點太 太成熟的 就是雖然是漂亮的衣服 但穿起來還是要舒服的感覺 這件真的很嫌 不然大家就想像Peggy穿這樣 不然就可以去她的IG看 好像很多人在問 小智女孩穿棉麻的寬褲 會不會太長 呃 可以鎖定我們的 PO文 你答應大家 對 再跟大家說 不然再跟大家講一些多明的故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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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因為我們現場 有幫她拍了很多很多的拍李德 你那個有打算要送給大家嗎 沒有 沒有 我想要丟起來 不送給大家 我想丟起來 你不當Lily Wily的抽獎禮嗎 欸那很可愛欸 有人會想要她的那個很可愛 現場工作照的拍李德 它只有一張而已欸 不是很多張嗎 對啊我說每一個只有一張 會有人想要 要嗎 現在有什麼 有人說期待明天 好 好 然後我穿 第二套 搶先曝光的第二套 就是這個其實我也沒有穿在 穿搭上面 但是我覺得還是想要介紹一下 因為我想給大家細看那個 它的蕾絲 又是蕾絲 有人說可愛喔 呵呵呵 就是 它 唉唷等一下喔 這個太近了啦 就是它是 它是這邊是拼接蕾絲 然後完全是鏤空的狀態 但是是可以正常穿肩帶的 喔 就是不會露出肩帶 正常穿內衣啦 講錯了 正常 對對對 不會露出肩帶 但是它這邊是做鏤空 然後到下面它是做 就是剛好拼接在一起 所以 是不會露出內衣 然後 一般來說 這種蕾絲都只會拼上半部 你聲音很啞 突然 我不知道我剛剛很喘 然後我發現我這樣 仙女的聲音怎麼突然啞了 就是你可以拉出來 因為它拉出來 它連 它連下面都有拼接蕾絲 就是完全就是 就是比較有質感的設計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蕾絲可能只會拼上面 因為一般人都會砸進去嘛 那幹嘛這麼貴這樣子 但是我們就是 這次莉莉的話 就是商品就是做 就是比較細緻的路線 所以它就是蕾絲有拼到下面去 然後特別是它的袖口 袖口也很美 袖口也是拼一圈蕾絲 直接送給你這樣子 什麼意思 這個我也不知道 有人說你根本就是蕾絲人 好適合蕾絲 可能是剛好我穿到蕾絲吧 對啊 剛好我這兩套都沒有穿到 蕾絲人 然後後面是什麼 後面找什麼 後面沒有 樹的 後面就是樹的 對 然後你也可以放出來 也可以紮 紮的話引力會比較好 你可以搭要白色布的老闆 對啊 就剛好 你也可以搭白色裙子 就是我們最近賣的那個 A字裙 Puzzle的A字裙 因為我覺得像Lily的單品 好像都比較複雜一點 然後你可以去 斟酌加一些Puzzle的配 就是下半身 去做搭配 像這樣 然後你要不要穿 我剛拿的那一件 大家很想看 點點沙的那一件 點點沙喔 點沙的那一件 對 還有時間穿喔 可以換給大家看嗎 最後一套喔 最後一套 穿你背心嗎 嗯 背心 剛才那個蕾絲裙的材質 其實也有點像 類似這種 內裡 對內裡 他是有一點 帶點光澤的 很有質感的內裡 所以穿起來就是 很舒服 就是它是很輕浮的設計 那你走了我要說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聊聊那個多明的故事 會有會有 剛剛話講到一半 剛剛有人說他們想要那個派利德 有人想要派利德 還是你Lily Valley的那個新品抽獎抽派利德啊 好像不是 大家會想要嗎 而且因為多明他中文英文都很好 他跟我說他學中文學兩年 然後他在那個派利德上面有簽名啊 有寫中文字 寫的比我還漂亮 他寫超專聖的 他中文寫的還蠻不錯的 那你要什麼時候送給大家 你要答應大家 剛剛有看到有人說想要啊 就是在Peggy出現之前 然後翻一下 那我來想想可以送給三位好了 三位可以嗎 三位 對啊 好像不錯啊 三位 抽三位送給大家多明的 派利德 地震 有人說地震是真的嗎 還是說我鏡頭晃到了 好像有欸 有地震 有地震 走街頭還是 有地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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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欸 我怕走街頭 我不知道欸 感覺又有啊 現在沒有 還是其實沒有 有人說地震欸 有 現在還有嗎 小羊很怕地震 小羊問 不要不要嚇人 小羊問 不要嚇人 現在有 現在還有 高雄 高雄地震 真的地震啊 因為我跟你 跟大家說 辦公室那個 黑記小羊 最怕最怕地震了 一點點都很怕 因為我們辦公室在六樓 我們辦公室也沒人都很怕 有欸真的有 高雄現在正在地震 天啊很嚴重啊 怎麼辦 所以Peggy是因為地震 所以換了很久還沒有來嗎 高雄現在正在地震 屏東有地震 每天都在地震 好可怕 大家還好嗎 地震 有人說屏東有地震 高雄有地震怎麼辦 大家還好嗎 沒有了 高雄有 嗯 有高雄的朋友在看直播嗎 還好嗎 突然大家開始流地震 越高樓層越明顯 其實六樓蠻明顯的 台南超大 天啊 怎麼啦 你剛剛畫面沒有感受到嗎 我跟雅 躲在那邊 我沒有感覺到啊 是小儀剛剛突然跳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因為地震都補不出來 我也是 好換了第二套這件 啊我突然想到我穿這件的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他的套頭比較小 而且他的頭沒有沒有沒有彈性 因為這種蕾絲抓皺蕾絲沒有彈性 對所以你們如果要穿這件的話 就是記得先不要綁頭髮 或是先不要化妝 先不要綁頭髮 先不要綁頭髮 或是先不要綁頭髮 先穿上綁頭髮 先套上去之後 再去換 因為他那個頭 那個什麼 零口 他是沒有彈性 雖然他是做有點利靈的設計 對我突然想到 然後 呃 他的版型 我今天沒有穿正常 我今天 呃不是我今天 呃那什麼 呃那什麼 就是他的 呃袖子其實是算是寬大 但是是 就是還是好看的 就是很 因為如果說他已經這麼透 然後如果再貼身的話 就會害羞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這樣是好的 他的內裡是 他有附內裡 就是他的內裡是很貼身的 嗯 然後特別是他袖口是有做 這個公主袖的設計 嗯 很可愛 然後是皺皺的布 好像有些人 好像有些人 不太喜歡那個皺皺布 但是 我覺得很有質感 我很喜歡皺皺布 很有氣質 就是 看起來就是好像 很 很不一樣 很特別 然後他的點點是立體的 你看到嗎 他是立體的 CINDY說的沒錯 明天是仙女系列 其實也有休閒的啦 是因為我都喜歡穿 比較 下半身還能怎麼搭 搭紗裙 褲子 牛仔褲 短裙 素短裙 好像也可以 就是同色系列 因為這是算是杏色的 我上次好像是穿阿甘的那個 對 褲裙 上次是穿褲裙 素色的褲裙 或是牛仔褲 對那個顏色賣完 褲裙賣完 對 或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你搭白褲好像也蠻可愛的 對 蠻好看 但是白褲好像比較嫌胖 白褲很韓國的感覺 嗯 然後再搭球鞋 像這樣 搭球鞋 白褲應該不是新品吧 不是 這好像是M M MQ的 MQ的 對 好 然後耳環 耳環明天也有會上一些些 這耳環好美喔 明天有真色耳環是嗎 明天都是真色耳環 而且我覺得明天的耳環很美耶 就是比較 比較多珍珠 為什麼要把耳朵提起來 我想說 給大家看啊 這樣 好 可以跟大家說拜拜了 欸 再跟大家說一次今天送什麼 還是你收起來了 今天是送 剛剛一開始穿的短板條文T 特價199到明天早上10點 還有 今天直播 抽的是抽這一件喔 怎麼抽呢 留言 分享 加分享 你就可以抽這個喔 可以抽 抽 一名 一名 跟大家說拜拜囉 好 拜拜 明天早上10點喔 好 拜拜 拜拜 明天早上10點 莉莉非利要上了 好